這兩天的中華職棒比較遺憾 有更多的負面消息登上版面 魏群龍郭天姓張振宇 以及富邦和蔣軍月 因為涉足德州撲克爭議場所 經過球團查證署時 兩位龍將八月七號開始競賽 五場並下放二軍 罰款超過一個月的薪資 富邦罰款增軍月四十八萬 並下放二軍 八號中職依據規章 球團對職員違規懲處規定 其行為影響職棒形象之不正當的行為 事情解得輕重 將三名球員競賽七場罰款七萬 聯盟說明 德州撲克場所在臺灣 仍是合法非法參辦 甚至有多起黑道介入 違法經營的案例 成立協會也不是認定 合法的絕對標準 而是營運的模式 因此對選手處以競賽罰款 中職過去不止一次 受到黑暗事件打擊 票房殘蛋 球隊解賽等等 甚至選手和相關的從業人員 都被異樣的眼光看待 如今十多年的努力 重回六隊榮景 選手和球隊人員 人數成長 增加就業的機會 加上國際賽 例行賽以及明星賽 先後前進大巨蛋 帶動商機 都讓職棒球員 甚至球星更被認可 享有運動明星光環 與影響力的同時 更應該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 避免出入任何的正義場所 郭天信和張正宇競賽 下放二軍 龍隊七號的比賽 派出南茂一樣 正守游擊大關 中外也交給了王順和 南茂在七號的賽前 今年球季 曾經有兩場首過游擊 而德州撲克事件 他除了工具人的特色 獲得業種青睞 假如打擊 可以更穩定的發揮 南茂會不會就此站穩先發 並牽動龍隊其他的隊形 值得關注 YT台梁日宏 華君 綜合報導